早前媒体看出吴克群的专访 说他跟澳门赌王金金何超莲今年不会符合 吴克群还夸口说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想浪费时间 但这一番单身表白很快遭到他自己的打脸 之前吴克群开车到一家豆浆店 然后带着口罩进门和一群女性碰头 其中一位正是他分手不久的前女友何超莲 看着急忙赶来的前男友 何超莲虽然一脸不爽走出豆浆店 但他还是熟门熟落的直接坐进吴克群的车里 而跟在后头的车主吴克群则被公屈膝的像个男仆一般 拿着何超莲的灰色毛绒外套 然后在他上车前温柔的递给了他 之后吴克群再小心翼翼的关上车门 低着头走向驾驶座 一路载着何超莲返家 时间一下到了凌晨四点 吴克群突然温柔的搂着依然一脸哀怨表情的何超莲 然后迅速搭了电梯上楼